由中华民国体育运动舞蹈总会 花莲县体育会 中华民国街舞运动协会 共同主办的111年 第二届中正杯 全国运动舞蹈街舞锦标赛 这个周末假期 是在花莲的东大门广场热闹的登场 来自全国参赛了选手齐聚花莲 而在1号的晚间 也特别举办了街舞的表演晚会活动 带来了花莲原住民的街舞风格 111学年度第二届中正杯 全国运动舞蹈街舞锦标赛 10月第一个周末 在花莲东大门广场热闹开舞 来自全国选手齐聚花莲 竞赛包含Breaking 霹雳舞 One on One K-pop学生组排舞赛 K-pop公开组排舞赛 等5个竞赛项目 1日首页特别举办街舞表演晚会 并融入花莲独有原住民街舞 尤其在这几年 花莲现在推动街舞 无论是每一年办的 我们野住民街舞比赛 或者是各大活动 我们的街舞都呈现得非常非常完美 而且越来越棒的成绩 在我们全民运 全中运街舞 也投入了我们整个表演里面 另外在各大的活动 我们都可以看到街舞的身影 呈现在舞台上 中正杯就是我们中华民国街舞运动协会 要给孩子一个升学的管道 中正杯就是升学指定杯赛 来参赛的国中生高中生 你们比赛成绩优异者 可以获得免试升学 还有奖学金 所以去年是三所学校高中跟大学 今年已经升到九所高中大学 也已提出高的奖学金来支持我们街舞的孩子 掌声鼓励这些学校 特别的是今年第二届中正杯 是我国霹雳舞唯一真实指定赛 共计时所致力推动街舞的表演艺术科系学校 提供明年度入学奖励措施 鼓励获胜学子能有更多元入学管道 期盼推动街舞进入教育体系 也希望有更多学校共襄胜举 鼓励优秀学生透过街舞入学 记者长帮演华联士报导 老师 眼睛 勿散